年前年后继续催打疫苗 但您看到之前在北市的时候 其实疫苗接种站高端的部分 在大型医疗院所 而且只有各位说也比较少 那么从二月七号开始 新增了三个接种站 分别是异性礼堂 还有台北车站 以及捷运松山 但你看到异性礼堂 这边的最近的接种情况 其实有很多民众 一大早八点半不到 就来这边排队了 那么真正开始施打时间 是早上九点钟开始 刚刚看到他们的小黄卡 有很多人都是高端的爱好者 三剂都打高端 那么有其他的人 是前两剂是mRNA疫苗 那么第三剂追加剂 施打高端疫苗 那么今天上午 在今年一整天的状况来讲 异性礼堂这边 总共会有两百九十八剂的 高端疫苗追加剂 那么在整个部分来讲 从二月七号到二月十一号 除了异性礼堂 还有台北车站 以及捷运松山 总共会有六千七百七十八剂的 高端疫苗追加剂 所以民众千万不要搞错了 在这三个地方 打的全部都是追加剂 那么除了大家看到 其实在异性礼堂这边 一大早很多民众来这边接种之后 刚刚访问的四个民众 他们都表示说 其实他们在春节前 有部分的人已经有预约了 那么今天有一些人 是特别知道来说 这边有谁到谁打的服务 所以因此早上就来这边强打疫苗 待会还要继续上工 所以大家也是很甘愿 当这个国家防疫小兼兵 赶紧来施打这个追加剂 第三剂的部分 那么在北市整个部分 其实在二月七号到二月十一号 二月七号到二月十一号 这三个时间 这几个时间点 总共有三个接种站 这边是异性礼堂 还有台北车站 以及捷运松山 特别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是上班族 想要下班之后再去打的话 要到台北车站去打 会有比较多的剂量疫苗 来等民众来施打 第三剂的追加剂 那么这边民众 其实刚刚也有透露说 其实他们在之前 预约高端的时候 也是比较难预约的状况 但现在有随大随大服务 其实他们也相当的乐意 赶紧来施打疫苗 以上是现场对应状况 把时间还给棚内